想要在台灣做一個音樂會這樣 對啊 我因為 可以說十多年沒有在台灣做這種 售票的concert 那這次 藉著這張專輯做一個 等於說音樂的分享會 那主要就是希望呢 因為我 可以說在台灣已經 很久沒有見到我一些比較老的歌迷 那也希望藉著演唱會呢 他們如果有空的話 希望他們能夠過來帶著小孩子 然後另外我也想就是 開始舉辦一下這樣子的音樂會 然後可以跟我一些新的樂迷 也可以分享我的新專輯 新的音樂這樣子 老師對那個大叔風很紅對不對 有感覺自己那個大叔魅力越來越強嗎 類大叔不是完全的大叔 OK 我覺得這個 年紀它是人生一個一個階段嘛 那每個階段我覺得都應該做 該做的事情 那不管是大叔也好啊 什麼將來做的爺爺也好 我想我做音樂的態度都還是一樣 然後呢可能比較年輕的時候 還有一點靠外貌來那個 博什麼版面 我想現在可能就是要靠實力啦 靠音樂上的實力 還有就是歌的作品能不能受到大家喜歡 我希望我在大叔這個階段之後呢 將來可以到這個爺爺的階段 還是 對 那我就要上去當大叔耶 換你當大叔啊 我們輪著來 慢慢來 跟敏佑這樣子的合作 是兩個人怎麼樣有這個音樂在一起 其實這次是跟敏佑是因為 我之前在做製作的時候 找她來一起合作 因為知道她會拉小提琴 對 沒錯 那時候不知道她拉得很好 後來拉的時候才發現 拉得非常好 然後不但會拉會錄 然後自己會編寫 所以我覺得她是一個 真正是被埋沒她才華的人 然後我就跟她談 談很多 覺得其實大家還蠻心靈合一的 就想說 將來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音樂的路上呢 也繼續一起努力 一起奮鬥 所以就邀請她加入我們公司 然後也加入我的音樂製作的團隊裡面 對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對啊 就是能夠有機會 加入小剛老師的音樂團隊 真的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 謝謝 謝謝 而且我相信以後 一定會跟老師玩得非常開心 這幾次合作下來 真的覺得老師給的空間非常大 然後我幾乎都是在裡面 就是很隨心的玩樂 對 然後每次東西交過去以後 老師都會說 好 OK 好 OK 她從來不會喊Call 對 所以就其實覺得 有機會能夠跟老師合作很開心 對 其實是你sense好了 因為我們這次其實找了很多 很多厲害的製作人一起在做 所以其實大家的水準呢 都可以有點那種PK的感覺 所以米佑加進來 一點也不遜色 所以我覺得真的 謝謝 非常值得鼓勵 大家應該多注意她音樂的才華 謝謝 今天特地唱了我難過啊 老師知道就是這首歌被分為神曲 有啊 我之前在上一些綜藝節目的時候 他們就叫我唱這個歌這樣子 那我其實當初也沒有想到 這會是一個神曲 不過那時候做5566的時候 確實是給我生命中帶來很多的磨練啊 然後很多的學習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剛做製作嘛 然後呢 接到56這樣一個團體 可以說是我們組起來 每個人的特性都不一樣 然後在中間裡面 費了很大的力氣 那時候我還記得製作做到 早上10點混音這樣子 那後來有一個成績 就當然是很開心 那這麼多年之後 大家還記得這個歌 那我覺得那是創作人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對啊 老師你知道一件事嗎 其實我一直很想要成為你的七 因為你知道5566然後七啊 然後我又是七年級生 喔對齁 對 我又很希望 順暢下去 好 對 很希望接下來 我也能夠有一首神曲是老師幫我寫的 好 我會努力 我會努力 你自己也寫得很好嘛 不要偷懶 我告訴你 一起 一起 一起娛樂 所以老師他們如果付出計畫的話 有計畫幫他們寫一個黃金大法嗎 肯定的啊 如果他們來找我 我是沒有那個說不的理由嘛 我想我還是會盡全力幫他們做 雖然我現在已經就是 退隱江湖做的比較少了 但如果他們來找我做的話 我想我一定會這個 再把袖子捲起來 努力為他們做一首這樣 那老師你看到這影片有沒有很感動 有啊 挺感動 其實我已經好久沒有見過他們了 然後仁府是因為我在內地 上一個節目的時候 請他來當我的那個嘉賓 那我其實覺得他們是 各方面條件都很好 不管是在音樂上啊 主持上 還有很多其他的條件 怎麼樣把他們 其實 湊在一起 讓大家能夠更 在這個時代 更有音樂性 更有娛樂性 我覺得是大家的福分啊 我如果能夠參與 我覺得我也很開心 不過剛剛他們好像很關心老師的身體狀況 因為最近忙著宣傳 身體還好嗎 對 我身體我想我就這樣了 大家都希望我吃胖一點 但是我覺得也吃不太胖 也努力了 然後呢 最近我又再做一次全身健康檢查 對 所以已經確定就是 沒有什麼不好的疾病在裡面 但是這個調養就很辛苦 老師你不用擔心 我會幫你分擔家計 我就等你這句話 沒錯 我會扛起那個家裡的那個 你知道 經濟重擔 真的 那個去年的時候 就因為生病了 然後呢 這個公司我們又剛擴邊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就要拖著自己疲憊的身體 來繼續去工作 你來的就太好了 希望明佑將來能夠這個 分擔我的這個業績的壓力 是 是 我一定會好好的扛起家計 好 加油 謝謝